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崇洋道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欧亚舍利和一些其他的动物 在同一个参照物的情况下,它们的体型大小的对比 这些照片虽然拍摄的镜头远近不同 所以不能完全很精确的去得出结论 不过仍然是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参考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照片吧 这个是在东北地区和虎豹共存的欧亚舍利 在同一个树干下的照片 这个照片当中呢,老虎的镜头最远 但是也能看出老虎它的一个身体是最高的 体型也是最长的 花豹的体型呢,它在体型的长度上比欧亚舍利更长 但是似乎呢,这个舍利的身高更高一些 我们最后呢,可以给出一张大致的模拟出来的 这个镜头当中,老虎和舍利在一起的身体的对比 这组照片呢,是欧亚舍利和小亚种的灰狼 在同一个树干旁边的照片对比 那从这个照片对比来看呢 虽然灰狼它的头在往上一样 看起来会更高一些 但是我们看肩膀的对比这个树干的高度 应该是高度相差不多的 尤其呢,是恰好这个树干中间 大家仔细看有一条树直的缝隙 而这个灰狼和舍利的身高呢 恰好都和这个缝隙差不多平齐 它们的一个体型的一个长度也差不多 所以呢,它们的一个整体的体型大小 应该是差不多的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以后再找到其他的一些对比呢 会及时来更新 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